那我就選排名最靠前的三位 最靠前的三位 老師們好 不過是一場演出而已 因為我突飛賽其實表現得不是太好 我還在一個適應的過程 老師們好 老師們好 咱們上了一次台之後 可能知道這個台沒有那麼好征服 你倆都會笑了 好 接下來這場主題賽 戀愛跟婚姻 首先有請那頭排名第一的周祈默 我們給他考的就是第一 他就是改第一 對 因為他的表演趨近完美 大家還是看到周老闆技術上的閃光 對於周祈默是神一樣的崇拜 就是他第一 誰也取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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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假了 這是啥呀 這是啥呀 這是啥 你談過戀愛嗎 一是我沒有工作 二是心理健康 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問題 所以很容易講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不如選 就選戀愛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頭排名第二位去選擇主題的 會是誰呢 他就是 楊麗 我也要那個 等一下 等一下 沒到 你等一下 我寫愛情比較有情緒 比較順 我就覺得我講這個比較順理成章 楊麗 這樣男女這方面還是太強 就他肯定會占掉一個競技名 接下來是何廣志 往這貼徐志勝旁邊吧 我當時選的時候心理健康 已經有磅礴痘痘徐志勝了 我覺得這一組有點太強了 這個人多 這個人多種 臨時換到了戀愛婚姻 狗一輪 黃錫老師 這個心理健康已經強到不行了 黃錫老師要再上次來一次 心理健康那組可能比較激烈 有趣是勝 龐博王點也很難講 童墨男 之前主要講的話題都是 留學或者自己童年的一些經歷 比較少涉及戀愛方面的話題 所以我也想接這個機會挑戰一下幾年 肉食動物 大木剛剛結婚 對婚姻應該有一些理解 我呢36了還沒結婚 然後對愛情呢也有一些理解 看法 對 孟川 要是選這個主題我就覺得 這方面儲備的段子應該是最多的 這組真是太恐怖了 我的天哪 哎呦 媽呀 越來越嚇人了 這主題你看 大有可為 大有可為 我們依然會要進行一個分組 首先有請那頭排名前四位的 周祈默 楊麗和廣志 王岐老師 這四個都挺難的 有請這個話題接下來的四位 童末男 肉食動物 孟川 小北 哇 哦 哎呀 哇 這四位朋友有沒有人會抱冷 不好說 我應該不會玩弦楊麗的 我要站起來看一看 來 請舉牌 都來我小組吧 其他人年齡段都差不多 我可能比他們年紀大一些 他們就覺得 跟我比 輸了也不丟人 贏的也有機會 黃西老師 在他們四位當中 任選一位成為競爭對手 這些選手不是特別熟悉的 這些選手不是特別熟悉的 所以我就選擇的 在我正對面的那個選手 能選小北嗎 謝謝黃西老師 對 接下來這三位 繼續做你們的選擇 三個小小廉廣志 請舉牌 廣志老師 好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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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童墨男選周其默 勇氣可佳 我覺得他就是衝著 周老闆的天花板去的 他就是我就要挑戰挑戰 童墨男選擇了周其默 漂亮 我一直都是認為 其默老師是今年奪冠的最大的熱門 所以我也想借這個機會挑戰一下自己 然後請何廣志在他們倆當中做出選擇 原來是這種感覺 太難受了 肉食這一下很關鍵 廣志突然嚴肅了起來 肉食動物 肉食動物 你想肉食動物 好 哦 不要 楊麗這個太明顯了 這 你什麼意思 我最怕雙人不合 因為肉食的第一輪的表現 大家也都看到了 肉食是絕對有實力爭第一名的 就我覺得實力接近的才是最好看的 我們有請接下來的 海源 大雄 吳星辰 波羅 張采玲 請就位 請選擇 這次組感覺讓人笑不出來 太狠了這組 哇 哇 真的 漂亮 漂亮 我第一次別嫌我別嫌我 我不是衝著黃之去的 我是衝著肉食動物去的 這真的突破球打不過漫才嗎 我吃懷疑太多 好 那麼接下來黃西老師請選擇 我選蔡玲 蔡玲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在楊麗周其默之間作為選擇 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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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希望能和孟川比一比吧 川哥聽你的 你說選誰 選誰 波羅吧 因為現在只有周其默的小組還有個空額 要再選一輪 再選一輪 那麼接下來就是周其默在他們倆當中做出選擇 聽你的 聽你的 哈哈哈 選 選 選海元老師吧 我 我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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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組太強了 怎麼把你選這個 接下來大雄可以任選一組 紅場競技 請選擇 這種決定權落在自己的手裡 死也死在自己的手裡 也還可以 好大吧 那一組 戀愛主題會比較 看似會比較狹窄 看看大家如何在這樣一個 相對固定的話題下面能聊出什麼新的東西來 其實大家很期待 就大家群雄亂戰啊 首先這組的人也多嘛 然後再加上每個人實力都非常的強 所以說真的很期待愛情人一組 強強對話吧 應該會很好看